这个是豆腐 这里看 好久晚上没给你一起吃饭了 这个是啥 压价 压价 嗯 吃不爽 老公买了 多少钱这 不贵吧 他买一斤送半斤 哇 我现在没几手了 哈哈 没事 我给你自己吃 不干不净 吃了没得 我感觉吃冷饭还舒服一点 嗯 肯定太热了 说不了 吃死来住 太夸张了 嗯 我太炒热 是不是你上班那里 嗯 嗯 昨天给你那个风扇好不好 没有 还是吗 嗯 那你还想不想回去啊 想不想啊 不知道这样怎么办 你再想发干啥吧 我再跟他好好说一下 说不清帅呗 反正也没几个月了 是吧 嗯 现在 要不然到时候我们早点回去嘛 那要搭一份了 搭一份就也快了 没几个月了 我们就提前回去吧 九十十一十二 一月份过年了 是不是觉得很快 是很快啊 今天我是用它看 家里面那个白辣椒啊 白辣椒 炒的 豆腐 我都没注意看 白辣椒 是从家里面寄过来的吗 好香 有点辣 是啊 所以我们会放多 白色辣椒 有点辣 真的很强 我吃哦 嗯 还是不合理冰的 真的不行 这个月电费 是至少三百块以上 你不开风条睡不着 那个都是 用不着会打湿的玩 从下班 从下班空调就一直开 开了 第二天再去上班的时候 哎呀 还加了个风扇 他们说今天呢 这边这边比去年热很多 而且我昨天好像看了新闻 这边要人工降雨啊 他们那次呢 杭州不是人工降雨吗 是吗 嗯 那为什么我们这里没降到我们这里呢 就是啊 你看了前期月报说这里天有雷震雨 但是雷震雨都来哪去了 没有雷到我们这里来 大伯就喜欢吃 每次跟他视频 妈妈 我等你好久了 那个 那个薄梅花跟那个 棉花糖什么时候买来啊 还有蛋糕 好 妈也那个 薄梅花那个玉米回去给他们自己做 不是他配好的那个是吧 还有黄油跟那些糖 那些什么 咱们自己做 嗯也可以 他车子要到了没 是吧 买了自行车是吧 应该明天到了 反正小孩 一生当中 摄影车是必不可少了 老妈说我不要买 我在里面的车子就 好大一堆了 其实现在小孩子的钱是最好赚 还有大人的钱 再一个就是你们女人的钱最好赚 他不是这样子 他们说这样小孩老人女人 这三种的钱是最好赚的 男人的钱是最难赚的 比如说买衣服 你为什么 女装的比较多呢 男装就很少 是吧 我跟你说 其实是这样子的 其实男人他想的比较多 大家考虑到养家无口 上有老 下有小 所以很多方面的话 能够省就省 一家的蛋女子会落在他身上 所以他想的东西会多 烤热东西会多 所以有时候花钱呢 会 心打心算 是这样子吗 差不多 老婆 你买个东西 又买了啥 整天买这些 不是说最近脖子不舒服吗 说上班太累了吗 多功能 睡眠 按摩 整 这个按摩仪跟上次那不一样 咋不一样 上次那个是坐着用的 是吧 就是坐着 按摩这个脖子 或者腰的 这个不是一样的吗 这次这个是 它是躺着按的 就是你可以边按边睡 还有加热的 加热的 那冬天是不是可以 这是加热的 我闻到有一股 什么 艾草味 艾草味 有艾草吗 嗯 这这这 真的 诶 这上没写艾草啊 怎么了 你别吓着我 吓着 我跳起来了 先来个力度低一点的嘛 嗯 嗯 那开始啊 嗯 这可 这舒服 怎么样 感觉还没得起来了 你看 啊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吗 你实在有点夸张 他这个按着就很舒服很柔和 相当于是一双手都给你按着这样的 我觉得你应该用这款 你睡眠没那么好 对 我晚上这段时间特别失眠 我黑眼圈都出来了 热了 热对吧 现在热了 热了吧 嗯 哇 有点热热的好舒服 热两用的 嗯 热很浆的 哦 这样挺舒服的 送我щara 是 走响 走响 发对 这么多 Rogue